大家好,我是尹浩,欢迎每周246来跟我聊聊娱乐圈的八个故事 那明星模仿秀我记得从2000年左右的时候就非常的受欢迎 各大综艺节目都开始做,一直到现在仍然还有很大的受众群 像湖南卫视重大明星模仿的百变大咖秀第四季度也会回归 而像央视的开门大吉,节目组为了省预算也都是邀请了很多模仿者来代替本尊唱 效果也是非常不错,这就让这一批靠模仿走红的草根艺人有了很多的伤心 那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在某活动邀请了500来现场 那之前宣传出去都说是500本尊要来 粉丝们也是都赶来了,结果发现根本就是个山寨的,只是模仿者而已 关键是从始至终,主办方和这位模仿者都没有说明 而是真的就假装500在演出,马上就引来了500团队的怒劈 那明星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商业演出市场的宠儿 可以带来很多的人气,而且影响力也是够够的 但是就因为市场需求大,所以现在明星的价格涨的也是跟房价一样 偏偏一个样子,让很多飞行店的品牌商望而却步 于是山寨明星们就看中了这个商机 开始承接各种商业演出,演唱会,品牌代言,还有上电视通告等等 大家应该还记得之前在网上有曝光过一份最新的明星演出报价 像范冰冰,周杰伦,刘德华这种一线的明星,仅仅演出费就已经破百了 而且招待费也是一笔不少的开销 但是这些山寨明星最多最多也只要五万 这已经是顶级的了,如果是模仿的三四线的明星 只要几千块就够了 尤其是在三四线的城市,凡人大家也没见过明星本人长什么样子 远远的在台下看那些长得神似的模仿者来表演 哪分的出来是真是假嘛 还有像夜店酒吧这种夜场也非常喜欢请山寨明星 一个是里面光线昏暗,第二个大家都喝嗨了 也不会是卷耳台上的到底是真是假啊 反正歌唱的嗨就行了 那据说现在很多的二三线城市都有专门的草根明星经纪公司 一年可能接到上千场的演出 平均每天都有三场也算是薄利多销了啊 别看这些山寨明星很便宜 他们的演出排场可并不会比真正的明星要小啊 上面说到了很多人都签了经纪公司 有专门的团队在帮忙运作 除了招待上比明星规格低之外呢 随行人员可是一个都不少啊 经纪人、助理、化妆师 有时候为了显得更真实一点 还会请几个保镖来撑场面啊 之前不是有个人做了一个实验吗 戴着墨镜然后呢 让两个人打扮成保镖的样子 跟在一边维持秩序啊 很多路人就以为是明星 然后呢就在那边拍照了 所以啊看到这阵仗 再加上山寨明星本身就长得跟本尊有点神似啊 商家再炒作一下人潮不多才怪啊 那据说之前有演出商做了一场 李文、蔡依林、张慧妹 韩红、杨坤、梁静如等等 拼盘演唱会啊 当然都是模仿他 最终只用了十万而已 那对于这个市场呢 各方都有不同的声音啊 发现大部分的网友都是力挺这些山寨明星的 觉得他们都是凭真本事、真才艺来赚钱 没有什么问题 而有一部分网友以及律师则认为啊 如果宣传的时候都提到了明星 那本身就已经是侵权了 再加上呢这些山寨明星商业演出唱的歌 都必须得到授权 否则也是侵权 还记得高晓松之前在微博上喷壶呢 为谁没有得到授权就改变他的歌曲的事吗 那个时候多少的网友出来力挺高晓松 说要尊重知识产权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大家的标准又不一样了呢 那对于山寨明星打着明星的旗号演唱明星的歌曲 来赚取利益这个事情大家怎么看呢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了 节目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订阅我们来私下跟我聊聊 下期见拜拜